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朱铺言的形象 那么以前对朱铺言这个人物 评论界文学史家 基本上认为这是一个否定性的人物 所以说反面人物 那么基本对他认为 基本对朱铺言这个人是批评的 批判的 贬斥的 比如说唐涛的文学史就是这样评价 认为朱铺言就是一个封建性的资产阶级 腐朽的一个代表人物 80年代的文学史里边 对朱铺言的评论 大致都是这样认为的 就觉得朱铺言 代表浓厚的封建意识 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代表 是一个遵从封建旧道德的一个资本家 表面上很仁厚 正直有教养 这个背后实际上是庸俗卑劣 有的评论家甚至挤出一些情节 来说明朱铺言是伪散的 就认为他的一个性格特点里面 这个西伪界点非常明显 比如说认为朱铺言对四平 就是年来他那个妻子 四平的忏悔 对繁衣的专横 对繁衣专横 对工人罢工采取的镇压等等 都是一种揭露性的一种描写 一种批判 所以当时这些看法 这些观点体现了 那个时代的一个思维的特征 就是说比较注重阶级分析 社会的剖析 注重人的那种社会性 阶级性 所以大家普遍都认为 朱铺言是一个否定性的一种形象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 这个记得有一个人叫前古荣 前古荣 是法东斯大的一个老先生 他写过一本书了 很薄的一本书 叫做《雷以人物论》 这本书对朱铺人 也是持批评态度的 但在一个问题上有松动 有疑问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朱铺人 这个人是不是习伟 他对他所抛弃的前期视频 有没有一点绅士的感情 他有忏悔嘛 就讨论这个问题 那基本里面呢 其实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一个细节 就是呢 朱铺人从南方 不是搬到北方嘛 是吧 他还保留了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呢 完全里边的那些家记 是按照视频 以前用过的 他摆设都没有变化 甚至不愿意让别人打开这个窗户 长期不开窗 为什么 这个 这个当时可能是视频生孩子 这个不能开窗子 有这个习惯 所以这个情节啊 这个当时评论家 是怎么看的呢 朱铺荣 钱铺荣是怎么看的呢 他保持了一个比较窘胜的态度 他说是不是有一定的忏悔呢 也不好说 那么现在这么多年过来了 到了九十年代以来啊 大家都比较能够接受 钱铺荣当时的那种窘胜的态度 就是认为朱铺荣呢 你不能说他完全是稀微的 可是对朱铺荣这个人物 我们如果做些认真的分析 是吧 这个我们会发现 朱铺荣的确是有稀微 但是在过人的情感上 他还是有一份真诚 他还是有所谓人性的某些弱点 是吧 他不完全是稀微的 在基本里面 这个有个重头戏啊 基本里面有个重头戏 就是朱铺荣跟鲁妈 就是鲁世平了 后来叫鲁妈了 过了三十年以后 不齐而异 突然碰到一块了 这时候是非常戏剧性的 能够挖新的一个情节 是吧 两个人是吧 突然见面三十年不见 这时候四平 这个你的 认出了朱铺荣 非常震惊 什么命运 又把他挖到这里来了 是吧 又跟这个曾经抛弃他的男人 碰到一块了 但是这个男的呢 朱铺荣呢 一开始并没有认出这个鲁世平 他正在找他的下人呢 伺候他 结果呢 是鲁世平是这样出现了 我们把这个阶段呢 给大家朗读一下 看看 大家回忆一下 这个朱铺荣呢 要找那个乙医 就叫他旁边的人找乙医 这时候鲁世平呢 刚好在这里 是吧 这个鲁世平呢 就已经认出了朱仆仁了 但朱仁仁没有看出 他是鲁世平 这个朱仁仁呢 这时候在向着鲁妈 他以为他是新来的 就说 这是太太找出来的乙吗 就是凡义找出来 鲁世平说 大概是的 朱仁仁拿起来说 不对 这都是新的 我要的是旧乙医 你回头跟太太说 鲁世平说 是吧 朱仁仁看到他还不走 你不知道这房间 这间房子 底下人是不能随便进来的吗 就他这个怀念 鲁世平的那间房子 他不知道老爷 你是新来的 不是 是来找我女儿的 是你的女儿 侍奉 是我的女儿 那你走错了房子了 老爷 没事了吗 然后又指着 这个朱仁仁又指着那个仓户 这个仓户 长期是不准开的 是纪念鲁世平的 这仓户是谁叫打开的 鲁世平就走上前 说来生 很自然的 关上仓户 慢慢的走到中门 这时候 朱仁仁才第一次 正眼来看鲁世平 他这个里边说 看他关好窗户 突然觉得他很奇怪 觉得有点眼熟啊 这个人怎么样 你站一站 这个鲁妈就说 然后祖仁仁就问 你贵姓啊 祖仁仁 我姓鲁 祖仁仁 朱仁仁说 姓鲁 你的口音不像北方人 对了 我不是 我是江苏的 你好像有点 无锡口音啊 我自小就在 无锡长大的 这时候 朱仁仁陷入了沉思啊 无锡啊 无锡 你在无锡 是什么时候啊 你们注意啊 光细二十年 你现在有三十多年了 朱仁仁就说 哦 三十多年 三十年前 你在无锡 你们注意啊 两个人同时都回忆起 三十年前了 鲁士平就说 是的 三十多年前了 那时候 我记得我们还没有用养火呢 朱仁仁就沉思 三十年前 是的 很远了 我想想 我大概是二十多岁的时候 那时候 我还在无锡呢 然后两个人继续对话啊 朱仁仁就问 三十年前 在无锡出了一件 很有名的事情 鲁士平 嗷的一声 朱仁仁 你知道吗 也许记得 不知老爷说的是哪一件 就说起了 然后呢 就是说 这个有个小姐啊 朱仁仁说 每一家 有一个小姐 很贤惠 也很规矩 有一天 说这些话是吧 朱仁仁 也许 也许你弄错了 不过你不妨说说看 鲁士平就说 这个美姑娘 倒是有一天 晚上跳的河 可是不是一个 她书里抱着一个 刚生下三天的男孩 听人说 她生前是不归己的 这第二次是不归己的 故意的 是吧 朱仁仁非常痛苦的 说两声 鲁士平继续说 是吧 带有情感的 他是个下等人 不亨数本分的 听说 听说 他跟那时 猪公馆的少爷 有点不清白 生下了两个儿子 生了第二个 才过三天 退案 猪少爷 不要他了 大孩子 就放在猪公馆 刚生的孩子 抱在怀里 在年三十 投合死的 这时候 你们注意 朱仁仁 汗甚甚的 就出了一头 大汗 给他说 饿 然后鲁士平继续说 他不是小姐 是无锡 猪公馆 没妈的女儿 他叫士平 这时候 朱仁仁 才知道 这个人 来历不简单 可能是什么人 就问他 你姓什么 我姓鲁 这时候 朱仁仁又 喘了一口气 又点一下 然后又说 要回去 把坟墓修一修 然后鲁士平 突然说 这个人还能活着 朱仁仁就非常惊愕地说 什么 他没有死 他给人家救活了 就说 最终 你们看 这非常有戏的 朱仁仁突然站起来 说 你是谁 我就是 士奉的妈 老爷 然后就说了一下 是吧 他的命很苦 他离开朱家 朱家的少爷 就起了一位有钱人的小姐 他一个人单身 无亲无故 带着一个孩子 在外乡什么都做 逢衣服当老马 老妈子 在学校伺候人等等 然后讲 老爷 你没事吧 他要走了 眼泪都要出来 那就要走了 这时候 最终 因为时间关系 不可能念了 这个 朱仁仁突然发现 这个人 你是 鲁士平说 我是从前 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这时候才发现 这就是鲁士平 他就说了一声 哦 伺平 就低声就说 怎么 是你呢 鲁士平说 你自然想不到 伺平的面貌 有一天也会老得 连你都不认识了 是吧 朱仁仁仁说 哦 你 你 视频 又看看那个照片 又看看老妈 突然 非常严厉的 你看啊 突然感情就转变了 你来干什么 为什么 这时候 朱仁仁转到理性了 是吧 不是我要来的 谁指使你来的 命 不公平的命 指使我来的 是吧 这个然后就翻到脸了 这个两个就说 这个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 要钱 我给你补偿 什么之类 这个 所以这个我们 这个 这个念了 你们注意啊 其中啊 这个非常有戏的一段 注意 两个人 都反复地提到 三十年前 对吧 老师平当时三十年前 还没有用阳火呢 朱仁仁就沉尸 最后两个人 就认出来了 你这个 讲的这个情况 就是慎慎慎的 就出来了 这个朱仁仁 就有这么一段 这个时间关系 不能充分地讲 我们注意 这样的细读 是可以读出 很多奥妙的 就是说 作家用心的地方 首先我们要注意 年代 他们两个 都反复讲到三十年 刚才啊 这个我们提到 念的时候 两个人都讲了三十年 是吧 三十年前 你们注意啊 三十年 就算是1903年吧 是吧 如果算那个 基本这样算起来 那么朱仁呢 现在是二十八岁 基本里面 是有提示的 那么还有一个 这个鲁士平 还有一个儿子 叫大海 二十七岁 那鲁士平 两个儿子 一个二十七岁 一个二十八岁 那么鲁士平 是生孩子的 生哪个 是大海的时候 是吧 这个被赶出 租家门的 就是说 是二十七年前 被赶出家门的 是不是 这时间是吧 但是他们两个反复回忆 两个人不约而同 都是三十年前 你怎么样 三十年前 怎么样 共同的回忆 都是三十年前 而不是二十七年前 而不是二十七年前 是吧 二十七年就是什么 生下孩子赶走了 难道他们回忆都错了吗 时间算错了吗 这里可能有个心理上的问题 但起码 说明他们共同的回忆 三十年前 就是他们两个结合的时候 那时候的事 二十七年前跟三十年前不一样 是吧 二十七年是分锁了 三十年前两个人才相好 一是我们就可以肯定 诸仆人和四平 两个人是有个爱的 有个相爱的 不是那么简单 是一个花花公子 玩弄一个吓人 是吧 然后呢 死乱中起 不是这样的 这是因为后来被赶出来了 对鲁士平被周家赶出来了 你们注意啊 台词里面 鲁士平口口声声说 你诸仆人怎么样 很少 都是说你们周家怎么样 他恨的是什么 是周家 是第一次恨这个周家 注意这个细节问题 还有呢 鲁士平呢 和周朴仁交谈的时候 那种情感的变化 表情的变化 心理上的变化 周朴仁怎么成诗 怎么回味 如果他对 他对以往那段恋情 完全是没有丝毫感觉的话 完全没有丝毫感觉的话 他会沉思吗 他在对谈中有好几次 写到大汉淋漓 注意啊 这是一个信息 说明什么 说明他的心理状态 他不简单是做给别人看的 是一种细微的一种作戏 做给别人看 会大汗淋漓吗 根据基本提供这些信息 那么还有呢 心理的逻辑啊 我们就可以设想 周朴仁和四平 是曾经相爱的 虽然因为多种原因 后来抛弃了四平 这个家里面反对 他这个大家庭 肯定是个原因 抛弃了 分开了 周朴仁对四平 也还是有怀念的 他的感情 起码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所以周朴仁 后来找过两个女人 就抛弃了 四平走了以后 找过两个女的 有两个妻子 第一个没有什么交代 第二个是谁 就是凡姨 这两个都没有什么感情 他对凡姨是特别反感 为什么反感 这是一个新派女人 性格很暴烈 等一下我们要专门分析 很可能因为周朴仁 心目中很隐含着一个四平 是吧 潜在心里吧 是吧 找到了这个凡姨很暴烈的 他想到以前那个 有个比较 所以对凡姨就更加反感了 这说明呢 周朴仁对四平的怀念 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不能说因为他是资本家 是一个封建色彩的一个 资产阶级的人物 是很悲劣的人物 他就没有感情 不是 当然这种怀念呢 毕竟是怀念 是有距离的 那时候在心里上 是吧 拉开了这个距离 是这种心里上的反应 而当他 有一天 和四平不齐而异 四平来到跟前了 变成现实了 那周朴仁理性上就感到 有一种威胁 为什么 这个人到来了 是吧 所以他突然最后基本 你看他对话 突然严厉起来 又摆起了那个臭架子 就两副面孔 是吧 有点人格分裂 但起码他是分裂 分裂就是两半 有一半可能是比较 对四平是留恋的 比较带有人性的 所以我们细读 就这样读出来 第二个我们要仔细分析的是 罪过在哪里呢 罪过不完全是朱仁人 恐怕是有家庭的 是吧 是有家庭的背景 是旧家庭那种封建的 分音的习俗 所谓正房妾 以前一个男的大家庭呢 都可以有所谓 大房小房正房小妾 当时鲁四平呢 猜想他不愿意当妾 但他当正房又不可以 因为他出身是低的 就可能又是一个 比较清高的人 从后来后面呢 从后来这个老太太 性格可以看出来 很坚强 很清高的人 他又不能当妾 又不能当正房 后来所以就给 朱家给赶出去的 原因之一 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 不完全是周朴家庭的意思 所以也不能简单的 用死乱中气 来解释周和四平 曾经有过的那段恋情 是吧 当时周朴仁很年轻 他抛弃这个视频呢 可能是有点无奈的 如果我们这样的理解 是能够成立的话 那么周朴仁 他就是一个可恶的人 但是他也有可以同情的部分 他也是封建家庭的牺牲品 你想想 当时他二十岁出头 他做不了主的 后来他受到两心的谴责 所以周朴仁是有一定的 悲剧性的人物 不完全是否定性的人物 应当注意到他人性的复杂性 注意到他的弱点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解释 后来他对两个妻子 为什么都没有感情 凡乙呢 十七岁就嫁给周朴仁了 进来以后呢 就没有过过好日子 两个人就打 他也是牺牲品 凡乙也是这个家庭的牺牲品 所以一家子都是牺牲品 刚才我们分析了那么多 也比较细 主要是提醒 注意 雷乙写的人是有深度的 是有复杂的内涵的 是包括有一些潜意识的东西在里边的 包括人格 撕裂的部分 所以周朴仁是一个饱满的人物 我们不能够用过简单的 带封建色彩的资本家 就把他给概括了 他是一个饱满的人物 很复杂 带封建色彩的资本家 很多啊 但周朴仁只有一个 雷乙呢 把他洗活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人物 这是周朴仁的分析 是周朴仁是周朴仁是周朴仁的 是周朴仁的